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是大年初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睡飽飽的 不過過年已經過了一半 請大家要準備一下 慢慢的回到正常的這個作息 今天剛好封面雲系通過 所以中部以北西半部都有一些陣雨 越往北部越多 那現在來看的話 已經通過當中了 後面冷空氣隨後開始報導 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 其實是一個降溫的過程 那這一波強度屬於大陸冷氣團的水準 也就是說在北部空洋地區就有機會拉到12到14度 會讓你很有感覺 請大家留意 那另外一波封面 可能會在下禮拜一二會接近 所以他當冷空氣下來之後會稍微轉乾一點點 中南部有機會就開始看到陽光 北部迎封面還是有陣雨 但是下禮拜一二又有一波封面 最近其實在整個長江以南到華南的這個區域 整個都是很多的 中小尺度的系統發展 不斷的雲系接近 這個就是一個典型春雨的特徵 不大像是這種隆冬的時候 春天的訊息已經出來了 但是其實還是偶有一些 強的冷空氣會再下來 所以不排除過完年 還是會冷的 請大家稍微入意一下 不是說春雨來了之後 春天就到了就要回溫了 沒有 春天就是一直不斷的在變化當中 這個系統已經 就是一個春天的系統了 那現在來看的話 整個東北部迎封面 在禮拜五禮拜六的迎封面 還是偶正雨 中南部應該就會放晴一點點 請大家好好珍惜一下 中南部還是有陽光的 北部迎封面還是濕冷 當然這個也不是整天都下雨 一定還是有地面會乾的時候 但是呢 你就要自己做好一些安排 你看北部北部北部都在下雨 都是濕冷的都有雨 中南部相對的比較穩定 那東半部呢就是迎封面的偶正雨 很多有一些地形上的降雨會發生 那最近呢 其實冷空氣呢 在整個像美國 也發生了這個 所謂的 低壓 冬季的這個炸彈的低壓 很冷很冷 衝到佛羅里達 現在呢其實亞洲來說的話 冷空氣還是很冷 你看這個 這個 上海這邊 才零度左右 零度左右 其實整個冷空氣 差不多就到台灣的北邊這邊 就告一段落了 並沒有往南衝 力量不夠 但是還是有冷的喔 你看到了禮拜 未來這一陣子 其實還是有冷的這個感覺會出現 所以未來一個禮拜 特徵就是南方這邊呢 水氣很多 東移 台灣呢就在這個邊邊 就是很濕冷的天氣 未來這一兩個禮拜都是這個類似 所以你看喔 在這邊 14 到17度 其實 基本上呢整天就涼涼濕濕的 請大家加里亞開竹斯基 那12到14度 這個14度的指台北度會的低溫度 如果呢在郊區一點點 空旺一點的話有機會拉到12度 那整個的到了 禮拜一有一點會回溫 但是都差不多 差一兩度而已 那中部的好一點點 就有溫差的變化 就比較乾 13 4度到20 21度 南部來說的話也是如此喔 16 17度到22到24度 所以其實最近的天氣來說的話 北中南 或東都差很多 北部跟東半部比較近 所以北部跟東半部呢其實都是 今天晚上還是偶爾有一些轉向性的震雨啦 南部其實也有下雨喔 大概這兩天 但是預計呢 禮拜 五的時候 南部呢 西半部有沒有 陽光出來了 陽光會出來了 然後東半部呢 迎風面偶爭雨 等於是從 台北 清北 基隆宜蘭 到花蓮 還是一樣偶爭雨 溫度也比較低 請大家 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給他一點建議喔 風面雲氣通過了後面的冷空氣 強冷空氣開始報導了 請留意初四初五早晚比較低溫 那北東迎風面呢 然後總有偶有一些短暫性震雨 也就是放假這幾天 北部呢還是濕濕涼涼的齁 但是有一點點要轉乾了 下週一二另外一波風面又來報導了 所以最近呢 這一兩個禮拜 北部 東半部都是濕濕涼涼冷冷的天氣 請大家多留意的